本日是1月1日 生日新年 日本人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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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時 他们会说一句 今晚看日本人新年 Akemastu omedetou gozaimasu 今天就看一看 日本人新年的stäbe 吃新年的料理 类叫做 Osseti Rori 傳統會用很多時間去準備 所以不太多人會在家製作 通常一般都會出去餐廳 一旦做到十月中 已經有很多訂單 就會去訂這套 有一些日本人都會自己做 如果自己做的話 就會十二月底 最後幾天都要用三四天的時間去準備 做Osseti Rori 非常美觀 很美 吃的時候都會很開心 我們今天會去做一個很簡單 我們不在日本 都不需要買一些特別的材料 只要用一些很簡單去哪裡都有的雞蛋 都可以做到其中一款的Seti Rori 就叫做Nishiki Tamago 我先講講的材料 要雞蛋 雞蛋要全熟 所以我已經在這裡煮熟了十隻雞蛋 我會煮13分鐘 基本上全部都熟了 但是記得雞蛋也不要熟過濃 如果裡面的蛋黃熟過濃 裡面有些不好的蛋固醇 我之前也有講過 除了雞蛋之外 其實它的調味料非常簡單 就有糖 然後少許鹽 糖會比較多 少許鹽和豆粉 我們第一個步驟 然後我們就要把雞蛋白和蛋黃分開 插好雞蛋 然後撕開 其實都很容易分 不過要分得乾淨一點 我們把雞蛋白放在一邊 然後蛋黃就用另外一個碗 去裝著它 整個蛋黃就可以圓圓圓地拿出來 因為如果有時黏了少許蛋黃在蛋白裡 我們盡可能也會弄乾淨一點 待會做出來就會更漂亮 好 就像這樣 把雞蛋黃和蛋白分開 分開之後 然後我們趁蛋黃熱的時候 我們就把糖放進去 其實日本人吃東西 他們的糖其實都用很多 自己做的好處 就可以減糖的份量 通常外面的份量 甚至是雞蛋 都可以放到10湯匙的砂糖 我們現在就放到6湯匙 這個其實就可以因應你自己的口味去調 然後鹽就少少 這裡大概是半茶匙的鹽 然後我們就把它拌勻 拌勻了 拌勻了 那些糖和生糖 它有少少的餘熱 就容易一點 讓糖就拌勻一點 一會兒我們都要慢慢把它硬碎 其實非常簡單的步驟 接著呢 蛋白 蛋白呢 我們比較方便 如果有一個食材器 就可以放蛋白去攪拌 因為蛋白呢 它的水分會比較多一點 我們就放在機器裡 然後把它拌勻了 先把它拌勻了 蛋白就拌勻了 再放多糖 都一樣 但就不用放太多糖 這裡就 放到它 融化一齊 然後我們就要準備一個 沙基或者是 做蛋糕西瓜這些的肉類 然後呢 蛋白就拌勻了 就可以了 把蛋黃再硬到它 很幼細 因為呢 日本的料理 就做些東西 他們就做得很滑 很幼細 那樣的 所以呢 你就這樣 自己用匙巾 就弄它 也很難弄得很幼細 這樣吧 拌勻了 然後呢 把它放進去 沙基裡 然後呢 把它壓出來 就好像這裡 這樣 如果講究一點 用那個 沙基的網 再要密一點 出來 效果呢 然後呢 把蛋黃 就好像這樣 把它 硬碎了 我們就可以 留在一會兒 用 我們現在呢 蛋白其實都 蘸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 剛才那些調味料 糖 糖 這裡蛋白就不需要放太多 然後呢 再加一湯匙 一湯匙 鹽 又是少許 四分一茶匙 然後呢 就下半茶匙的豆品 因為蛋白有些水分 然後我們再 然後呢 就準備一個 盤 一個盤 可以讓它 煎 去蒸 的 那 方便一點 就是 我們一間 就用一個 正方形的 就會比較 容易處理 那 這個呢 可以這樣 托起它 所以就容易 冷凍了之後 都容易拿它出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這個 拌好好的蛋白 拿出來 放在下面這一層 先拌平它 那你見到呢 它的蛋白都 拌得很細小 其實也都看回來 那個氣餅多大 那這裡其實十隻蛋 就差不多 剛剛好這個 的尺寸 全部都放進去 這個盤子裡 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鋪平 鋪平 均勻地 大致上就是這樣 鋪平了 如果家裡沒有攪拌機的話 的話 其實呢 蛋白都可以同樣地 用這個方法去處理 硬了出來 這樣 再攪拌也可以 不過呢 有攪拌機就快一點 還有它有水分 用這個攪拌 就行了 這裡呢 我們現在鋪平了蛋白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要把蛋黃 首先呢 就放一層 放一層 上面頭 然後呢 又是 用點力去壓下去 然後呢 我們把蛋黃 放好它才壓下去 要不然呢 它就做出來不漂亮 一塊黃 一塊白 即是不平均 這樣呢 我們先鋪好它 然後就壓緊它 好 就好像這樣呢 就 很均勻地 我們全部都 現在看到的 是 表面頭那些 是蛋黃 我們都 這裡要壓緊它 用點力 輕輕按下去 還有 我刻意再留一點點 這個蛋黃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很鬆的 然後呢 我們就再鋪在表面頭 又是很均勻地 周圍都要有 但是這次這一層呢 我們就不用 不用力去壓它 就讓它鬆鬆地 這樣鋪在表面頭那裡 那它出來呢 做完出來就會很漂亮的 然後呢 這樣 然後呢 我們呢 就需要蒸它 5分鐘左右 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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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出來 用普通什麼煲蒸都沒有什麼所謂 我們放進去 蒸完出來之後呢 就這樣 蒸完之後呢 就這樣 這樣 這樣 蒸完之後呢 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 盤呢 其實 焗蛋糕都可以用的 有些朋友不知道在哪裡買 會去一些 上街 有些什麼都買到 蒸 它的效果就是 是令到蛋黃蛋白 它全部會黏實一點的 這樣 出來的效果一間 切出來才會漂亮的 那現在呢 我們蒸好了之後呢 都 不馬上切到 因為它現在 熱的時候 都還是很 軟身 那我們等它 冰硬一點點 就會容易切的了 所以呢 起碼呢 我們都要冰它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這樣 那 那 這些 或者 有時候 你可能去派對的時候 都可以做的 因為呢 其實 你可以讓它冰過夜 一晚兩晚 都可以的 所以 我們現在先放進冰箱 那 冰完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吃的時候 就可以切它了 那 這個 這個 Nishiki Tamango 黃色那裡 就好像金 那樣 白色的蛋白 就好像韌 那樣 所以呢 新年是一個很容易頭的 菜 來的 那 我們 上碟 那 就可以了 再試一下 新年的時候 做這個 在家裡 在一起 去喝 有錢 那我們 今天 有 Link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